儿子,这是爸爸的私房钱,四十颗钻石,你帮我藏起来,我给你十颗钻石,作为回报。 爸爸还真是胆大,居然敢藏私房钱,不过为了这十颗钻石,我觉得帮他藏一下,无伤大雅呀。 藏在哪呢? 对了,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,我们藏在妈妈的房间里面? 不行不行,妈妈可是高材生,观察极其敏锐,如果进她的房间,肯定会被发现的。 对了,我们可以藏在厨房,妈妈每天做饭,但从来都不用高炉,我们就藏在这里。 哈哈哈哈,妈妈一定发现不了。 啊,什么情况,哪里爆炸了? 呃,呃,你给我过来。 啊,妈妈,这,这这怎么了呀? 怎么了?谁在高炉里面放的钻石?我准备炒菜,结果锅炸了。 你看这地上,到处都是菜,这钻石,是不是你放的? 妈妈,不是,这,这可能是爸爸放的。 我刚刚给你爸打电话了,他都承认了,你还想狡辩? 啊? 什么?爸爸竟然冲卖我?妈妈,是爸爸,爸爸他让我藏在厨房间。 好啊,你果然说实话了,最近胆肥了是不是,还敢帮着爸爸藏厨厨厨?找打。 啊,妈,我知道错了。 让你帮你爸藏厨厨房间,还藏不藏了? 还藏不藏了? 不藏了,不藏了。 啊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